第197章冷月 果然来了 听着那一道道破空声 沐云双眼眯起 该来的总会来到 圣丹阁今日白天在通神阁吃了那么大亏 不久便会在整个南云城内传开 圣丹阁自然不会白白吃亏 肯定会找出场面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 暗杀 如果沐云是圣丹阁阁主 第一个要暗杀的 肯定是如今通神阁阁主王兴雅 沐云知道王兴雅在通神阁内 相当于头脑一般的存在 必不可缺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看住通神阁顶端 那黑夜处沐云微微一笑道 只是他话语落下 并未有人现身 看来是以为我在骗你们是吗 鸡 一道急速破空声响起 沐云指尖一道紫色火焰飙出 砰 闷响声响起 一道身影 急速落下 砸入到地面之中 杀 似乎是知道行踪彻底暴露 黑暗处 十几道身影 豁然冲出 来得好 沐云眼下 正想练一练手 这十几人之中 大多都是灵学七重 八重境界 实在是太弱 可是 为首三人 却是在半步通神境界 破须指 一指平山院 一声低贺 沐云一直点出 砰砰砰 请客之间 那手指尖的针圆 压缩到一点 然后快速爆开 直接炸开 扑哧扑哧 身前 尸几道身影 唯有那三名半步通神的杀手 抵抗住那一指 可也是身形亮枪 撤 眼见情势不对 三名半步通神武者 立刻撤退 走 来了 何必走 看到三人想退走 沐云一拳轰出 三道火焰 沿住三的方向 分别追击 半步通神的武者 现在对于沐云而言 只是开胃小菜 只是 突然间 一道惊呼声 从脚下响起 沐云脸色一变 缤纷两路的马 脚步一踏 轰然一声乍响 房顶轻塌 沐云直接落入 下方的房间内 这是一间布置几位精巧的闺房 整个房间内 粉红色为主调 此刻 房间中央放着一个浴桶 而此刻 浴桶内 一道丰满的洞体 紧紧缩在一起 身前一缕白纱 只能遮挡住 极少部分的喷张 而此刻 浴桶前方 一道白色身影站立 此人一身白色紧身符 脸上并未蒙着面纱 整个人看起来格外出尘 而在他胸口 一弯淡银色的明月 绣在胸口衣衫之上 冷月 看到那胸口绣住的银月 沐云一愣 冷月这个人 在南云帝国 也是相当出名 此人乃是杀手 可是形式作风 完全与杀手不同 很怪异的一个人 可是 他所每次要杀的人 全部都成功 无一失败 这才造就了他在南云帝国的金字招牌 看住王兴雅胸口流着鲜血 沐云微微开口道 你没事吧 先不用管我 我能扛住 王兴雅俏脸苍白 哼了一声 眉头皱起 看住地面的冷月 很好 沐云笑道 声东击西 差点上当了呢 但是没上当 那是因为 他们实力不如我冷月声音出尘 笑道 错 那是因为他们笨 话语落下 冷月食指颤抖 沐云脚下 一张大网 忽然出现 将他的身体包裹 即便是再强大的对手 也有弱点 抓住弱点 斩杀对手 并不是难事 看到沐云被束缚 冷月笑道 这网 是由千年冰残丝结成 你 根本破不开 是吗 沐云洒然一笑 手掌一番 一朵火帘 彻底绽放 滋滋 紧接住 那火帘开始燃烧 滋滋滋滋的声音慢开 一张冰丝网 化成肥灰 你找到我的弱点了吗 看到沐云居然是轻而易举 将他的蚕丝网破开 冷月脸色俱变 一个闪身 彻底消失不见 咦 跑了 沐云倒是没想到 冷月能够如此决然离开 只是 依照他的名气 下次 肯定还会回来 你没事吧 看住王兴雅 沐云关怀道 子女能够坚持三年 再为通神阁付出 准确来讲 是为他付出 实在是不易 只是 沐云身上 已经是背负了 对秦梦瑶的沉默 他不想再牵扯其他的 至于萧云儿 沐云只想将其救活 而所谓的沐家 萧家的原因 也是在三年前的交战之中 彻底烟萧云散 这标 好像有毒 王兴雅脸色胀红 身体隐隐发抖 此刻 待在浴桶内 她胸前只是披着一件浴巾 只是那浴巾 实在是难以遮挡 她胸前的状况 三年的成长 王兴雅也是由一个少女 变成一个标准的美女 老脸一红 目云前磕了磕 那你现在能够站起来吗 王兴雅脸上开始出现红润 勉强试着站起身来 只是浴桶内水滑 一不小心 向前翻倒 直接扑到目云怀中 那可怜的浴巾 也是在此刻掉落下来 王兴雅整个身体 彻底靠在目云身前 一双浴 吐 顶在目云胸口 呼 深深呼了一口气 目云前翠 直接将王兴雅抱起身来 闭上双眼 朝着床边走去 而此刻 王兴雅整个人 看起来有些迷糊 似乎是忘记所在 将王兴雅放到床上 目云直接将被子盖上 只留下王兴雅半颗玉 吐露在外面 而那伤口 正是在两颗玉 土之间 鲜血流出 泛着乌黑 现在的杀手 除了用毒 不能学一些新花药吗 看中那伤口 目云苦笑 随即弯下头 嘴巴凑了上去 眼下毒素扩散 炼丹是来不及了 不过目云体内 如今含有紫怜妖火 炼化百毒 不是问题 所以目云选择将毒素 彻底吸入到体内 然后再以紫怜妖火炼化 只是 这个举动 实在是太过暧昧怪异 目云整个脑袋 埋在王兴雅胸口 甚至感觉需要脸颊 紧紧贴着霜 风 才能够够到那伤口处 一道鸿沟啊 目云感叹一声 嘴中一口污血 咽了下去 而后拿出一颗在雷鹰鼓鼓内 收取的那黑色丹药 直接给王兴雅服下 做完这一切 目云急忙坐在床边 盘膝而坐 闭上双眼 开始运转紫怜妖火 冥冥之中 王兴雅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埋在胸口 让她有些喘不过来气 三年前 目云给她疗伤驱毒的那一幕 似乎在眼前再次发声 目云 我要 做你的人 迷迷糊糊间 王兴雅呼喊着 你看了我的身体 要对我负责才是 我只想陪在 陪在你身边 恍惚间 王兴雅张开双眼 才发现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 只是那梦境 是如此真实 从床上坐起来 看住那一道背影 王兴雅彻底愣了 这一道背影 是如此熟悉 目云 几乎是下意识的 王兴雅一把抱了上去 这就是目云 不会有错 王兴雅不顾自己赤 裸得上身 一双肩挺 直接从后方保住目云 阁主大人 您认错人了吧 感受到背后的两点凸起 目云虽然十分不舍 可还是潺潺笑道 听到这有些妖艺的声音 王兴雅突然愣了 一声娇和 王兴雅愤怒道 子木 谁让你进我的房间的 滚出去 摸了摸鼻子 目云脸色一颤 退出房间 走出门外 再次摸了摸鼻子 感受到脸颊传来的辛香 目云低语一声 原来是百心草的香味 真香啊 昨夜的席沙 他并未给通神阁带来什么波动和震撼 一大早 通神阁照常营业 只是 一大早 众人便是感觉到 阁主王兴雅看住子木的眼神 充满了忧怨和羞怒 木导师 昨夜发生了什么 你是不是忍不住了 滚 看住耿心语一脸萎缩的样子 木云笑骂道 好好牵你的事情去 我还要忙住炼制丹药和神兵 是是是 耿心语黑黑一笑 转身离开 只是刚到黄无极 轩辕这两人身前 又是一阵窃窃私语 时不时看住木云和王兴雅 露出一阵凝荡的笑容 砰 只是 这边安静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门突然被轰开 一大队人马 列队整齐 闯了进来 不止绿称堂主想要炼制什么神兵 夏平的气的大刀 要有三分嗜血 七分杀戮之气 不知道贵格开价多少 夏平地气 听到此话 齐鸣一阵错愕 夏平的气 整个南云帝国 都无一人可以炼制 绿称说出此话 明显是来故意为难通神阁 整个南云帝国内 能够炼制出夏平地气的 唯有圣丹阁 而且还是圣丹阁需要向圣丹宗反馈 等待好一段时间 这绿称明显是来找茬 第198章夏平地气 怎么完成不了 看住齐鸣为难的模样 绿称哼道通神阁广纳四方宾客 居然连夏平的气都炼制不出来 还开什么 直接关门大集算了 绿称此话喊得极为响亮 大厅内顿时人人侧目 通神阁在南云帝国 根基并不深 但是三年时间 其中有一位极品玄器师 以及一位中品玄器师坐镇 已经算是名声在外 通神阁自然是能够炼制夏平地气 只是不知道 这位客人 你能不能付得起价格 墨云站出身 笑道 一件极品玄器 价格都是在上千万中品零时 一件的气 价格在上亿中品零时 也至少是百万上品零时 百万上品零时 这位客人宁可出得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绿称亨道 我乃是南云帝国 绿饮血宗堂主 几百万上品零时 岂能付不起 但是堂落我付得起 可是你们的地气 并未给我炼成 该如何 通神阁开门做生意 自然是不会赖账 夏平的气 耗费巨大 所以 还请绿称先生 先预付百分之七十的零时 一件的气 至少价值 一百万上品零时 而先生所要的 三分嗜血 七分杀戮之气 远比一般的夏品地气 难度要强 所以 我通神格定价为 三百万上品零时 也就是三亿中品零时 先生需要先支付 百分之七十 也就是二百一十万 上品零时 墨云说着 微微一笑 事已其名 揽下这桩生意 好 二百一十万上品零时 倘若通神格炼制不出来 该如何 自然是原价 赔偿三百万上品零时 好 绿称哈哈一笑道 那既然如此 不如定个时间 十天后 我来取刀 到时候 我会让七贤学院的 红尘大师过来鉴定 十天 齐鸣愤怒道 就算是炼制一柄 极品玄器 也不止需要十天时间 何况是夏平的气 怎么 通神格 完成不了 自然不是 沐云再度道 五天 只需要五天 五天过后 绿称先生 请到通神格来取 好 这位先生果然是爽快人 绿称哈哈大笑道 五天时间就五天 我随时等候 五天后 如果取不到我要的夏平 第七大刀 那就别怪绿影血踪 对你通神格不客气说着 绿称命人 抬上来一箱一箱的上品零食 齐鸣这边检验无误之后 绿称深深看了沐云一眼 转身大笑离开 师尊 这绿称乃是绿影血踪 驻扎在南云帝国的十位堂主之一 通神进境界 为人嚣张跋扈 不愿意吃亏 齐鸣低声道 现如今 南云帝国内 绿影血踪那位副宗主 绿魁并不在 而是一位尊使镇守南云帝国 通神五重境界 此人目导师猜猜是谁 我认识 一面之缘 齐鸣镇定道 孟广灵 即便是想破脑袋 沐云也想不到会是孟广灵 他与孟广灵 确实只是一面之缘 还是在他刚刚来到南云城之时 在天之阁被刺杀 那时候 林贤玉似乎与孟广灵在一起 此人当时给沐云的感觉便是阴险 内敛于行 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没想到居然会是绿影血踪的尊使 掌管南云帝国之势 此人 确实是不简单 点了点头 沐云开口道 之前我让你准备的材料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很好 走 把你附近叫上 随我来到炼气室呢 是齐鸣瞬间变得兴奋起来 沐云又要炼气了 这样难得机会 对于他在炼气室意图的竞生 无比重要 而与此同时 整个南云帝国内 一则震撼的消息扩散开来 通神阁居然开始准备炼制下品地契 下品的契 整个南云帝国境内 尚未有一名公开的下品地契师 南云帝国境内 所出现的地契 全部是从天运大陆一些强大的势力 花费巨额购买 而现在 帝国境内 居然出现这么一个人物 只是 也有人说 通神阁是因为拉不下脸面 才答应这个请求 可是一旦答应 收下了70%的预付金 倘若通神阁炼制不出下品的气 那就要额外赔偿300万上品零食 300万上品零食 这在南云帝国 是天价 与此同时 圣丹阁 哈哈 木白阁主 那通神阁 简直是一群自大狂 下品的气 就连我绿饮血宗内 下品的气势也是屈指可数 他通神阁成立三年 怎么可能有下品的气势 那齐玉峰 只不过是极品玄气势而已 绿称哈哈大笑道 一脸得意 本来这件事情 木白刚找上他的时候 他是很不愿意的 只是 当木白提出 赔偿金额 全部归于他绿称之时 他确实是难以忍受诱惑 答应下来 反正预付金额 都是圣丹阁出 与他这位堂主 没有任何关系 呵呵 此事多谢绿称堂主了 五日后 那通神阁交不出下品地气 就是通神阁彻底倒台之际 木白了呵呵道 自大狂妄 还以为下品地气 是什么街头货色 就连我圣丹宗内部 地气师 也不超过十人 整个天运大陆 地气师才有多少 通神阁 我看是财迷心窍了 不过这件事说来也奇怪 本来那齐鸣是想拒绝的 可是他那身边的紫袍人 却是一口答应下来了 紫木 听到紫木的信息 木白心头有些不安 这个紫木 突然出现 手段奇特 而且坐视嚣张跋扈 上次就因为这个紫木 圣丹阁损失了 七千多万中品灵石 也不知道地煞堂那边 处理得如何了 通神阁阁主 王兴雅安然无恙 照此说来 刺杀应该是没成功 难不成 通神阁内 有通神境强者坐镇 送走绿琛 木白眉头拧成一股绳 他并不是一个 做事急躁的人 只是眼下 南云帝国境内 今年的考核 很快就会到来 所以他必须尽快完成 通神阁 不能再继续强大下去了 整个南云城内 到处都在讨论 关于通神阁的问题 只是通神阁内 却是静悄悄 庞夫亚跟美 发生这种事情一般 这一日 通神阁内 一道身影 如同鬼魅一般消失 南云城 地煞堂 地煞堂表面上 是开着赌 场 青楼 以及九楼的 一条龙系列的 服务行业 可是南云城内的 势力都是明白 地煞堂真正干的 生意是暗杀 每年 整个南云帝国 死在地煞堂 杀手的武者 不下于数万人 这个杀手组织的 恐怖之处在于 强大的关系网 和信息网 给予他们提供了 无比紧密的信息 今日 地煞堂前 一道紫色身影站立 我要见你们堂主 莫云来到地煞堂门口 开口道 滚一边去 我们堂主 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门口一名护卫 不屑哼道 地煞堂 虽然在整个南云帝国 比不上四大家族 以及圣丹阁 绿影血踪 可也是数一数二的势力 堂主 自然不是谁都能见的 你们堂主 身患重疾 再不治疗就会死 所以我一定要见他 马德 胡说八道 再不走 老子宰了你看住 护卫一脸凶相 莫云苦笑一声 身影一闪 消失在门口 下一刻 已经出现在大殿内 冷月先生 出来一见吧 每日正午被火烧的滋味 不好受吧 莫云站在殿内 开口喝道 第一天 你会是双手双脚 在午时发生灼热 而第二天 则会是脏皮 第三天 则会是心脉 现在正是第三天 冷月先生 是不是已经是 无法下床了呢 刷刷刷 莫云声音刚刚落下 近百道身影 哗啦啦冲出 直接将整个大殿 围得水泄不通 看来是不欢迎我啊 看住那百十名舞者 沐云一步步向前走去 紫色袍芙之上 一朵朵紫色莲花 开始绽放 恐怖的温度 使得那些靠近他的舞者 一个个只感觉浑身燥热 不断后退 让开 正在此刻 那大殿前方 一道舞妹身影出现 看住众人喝倒 此人一身青色长裙 酥 胸挺傲 长发如瀑布 整个人看起来 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气质 只是对于见多了美女的沐云来说 此女 也能打个九分 副堂主 可是 我让你们让开 听不到吗 陈宇秀眉微醋 声音轻了 是 陈宇连部微移 从那前方楼梯之上 一步步走下来 子沐先生 不知来我地煞堂 所为何事 救人一命 听到沐云的回答 陈宇眉头皱得更厉害了 副堂主 对吧 冷月先生这几天身体不适 再不治疗 恐怕会自然啊 沐云微微一笑 一双紫色的毛子 透露出一股邪忆的气息 子沐先生 请跟我来 陈宇并没有做作 直接开口说道 转身离去 你们全部守在外面 再有人胆敢闯入到地霎堂 杀无赦 是 浑亮的声音响起 那摆石到身影 个子散开 刷刷刷 消失在大殿之中 直到这时 陈宇才看向沐云 没想到 通神阁居然是 能够拉到子沐先生 这等高手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子沐先生 请 看住陈宇 沐云再次一笑 走上楼梯 第199章收服 咻 然而 正当沐云踏上楼梯的一瞬间 背后一道破空声响起 紧接住 一道深意 直接从后方扑向沐云 子沐先生神通广大 我陈宇倒是想领教一番 陈宇脸色一寒 手中一柄匕首出现 直接抹向沐云的脖子 小娘皮 怎么一言不合就动刀 我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杀人的 沐云苦笑一声 回手一只点出 咔咔 那一只点出 恰好捧在刀刃上 只是咔嚓咔嚓的声音响起 沐云手指无视 那匕首瞬间破裂开来 只是现在知道了 好了 大美女 你再拖拖拉拉 你的心上人 就要被火烧成一团灰了 沐云再次笑道 你怎么知道 她是我 之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地煞堂 一间密室内 一块块硕大的冰块 徐徐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只是 那些冰块刚刚融化 整个密室内 便是热气蒸腾 如同蒸汽房一般 闷热无比 此刻 密室内 一道身影躺在床上 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 仔细看去 可以发现 此人身体布满子纹 那些子纹 如同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一般 将床上那一道身影紧紧束缚住 而此刻 床上那一道身影 浑身气息虚弱 如同伪念的枯树一般 升起全屋 片刻间 室内传来一道道痛苦的低吼声 轰隆一声 密室大门被打开 陈宇一路急冲 来到床边 不要过来 冷月 不要过来 不然 你也会被感染 此火根本无法驱除 如同复古之躯一般 你根本解不开 床上 面容清秀的冷月 此刻脸色猙獰 痘大的汗滴不断滴落 那是当然 天火若是那么容易被驱除 还能叫天火吗 漠然 一道声音响起 将冷月惊起 谁 我 子木先生 听到此声 冷月一屁股从床上坐起 双眼透露着紫色的妖翼 看住身前的子木 果然是你 呵呵 刺杀未成 反倒是被你找到我 看来地煞堂 是走到尽头了 走到尽头 好啊 那你把地煞堂 堂主的位置给我吧 我来帮你管理地煞堂 木云笑道 你不是来救人的吗 看到冷雨痛苦的模样 沉雨喝道 救人可以 可是条件我还没谈呢 木云寻了一块冰晶 坐了上去 撕得抽了一口凉气 刹那间 整个密室内的温度骤降 火焰气息渐渐散开 似乎全部聚集到木云身体那一般 而那床上的冷月 也是停止了痛苦的滴吼 脸上汗滴开始消失 什么条件 简单 我需要地煞堂 成为我 你做梦 只是 木云一句话还未讲完 冷月清秀的脸上露出很辣之色 我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把地煞堂交给你 火急火燎的干嘛 这不是在谈条件吗 木云撇撇嘴道 我需要地煞堂成为我子木下属实力 一年时间 这一年内 我会每月定期给你们解毒丹药 一年之后 我会彻底将你们体内的毒素解除 但是 这一年内 地煞堂必须无条件成为我的实力 一切我说的算 你们也不例外 你们 注意到木云的口词 冷月一脸决然地看住陈宇 月儿 好了 别含情默默了 他也中毒了 而且我告诉你了 这是天火之毒 子怜妖火 就算是整个天运大陆的顶尖炼丹师 也不可能将你们治好 唯有我 明白吗 听到此话 冷月整个身体在发抖 他恨 父亲冷无双一生金银地煞堂 而现在 地煞堂终于是在父亲手中 彻底成为南云帝国不可忽视的一大势力 难道 现在要毁在他手中吗 我只需要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 你们随便想怎么做 我不会再管 地煞堂 依旧是还给你们 我们为何相信你 陈宇宙没道 因为你们别无选择 墨云笑道 地煞堂是冷月父亲亲手建立 我相信 冷月生死 堂内必定大乱 然后各方安插在地煞堂的眼线 便会开始分解地煞堂 然后地煞堂飞回湮灭 听我的 你们可能还有希望 不听我的 死路一条 聪明的人 都知道该如何做 墨云再度到 而且 作为你们答应我的奖励 我会给你们三个好处 哪三个 第一 帮你们解除 子怜妖火的毒素 自然 只是暂时的 第二 送你们两套武技 第三 送你们一百个人头 笨 听到墨云此话 陈宇 冷月皆是一愣 他们愣得不是清除毒素和武技 而是那一百个人头 如果你们成为我的下属 那一百个人头 自然也算是我为自己的势力清除掉的 我可不希望接手一个到处都是漏洞的地煞堂屋内 渐渐变得沉闷起来 冷月的脸色 也是渐渐难看 我同意 最终 陈宇抿了明嘴唇 开口道 鱼儿 别有选择 不是吗 墨云笑道 看你那苦大深仇的样子 相信我 这次 会是你们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虽然我的手段不光彩 可是 也是你刺杀在先的 不对吗 冷月正色道 我答应你 一年时间内 我愿意听从你的任何差钱 堂主别别别 答应我行 我先给你解解毒 我可不希望自己的属下 整天病样样的 墨云说着 两道紫色丝线 从两人体内涌出 而后 墨云取出一瓶黑乎乎的丹药 这里面有两粒 黑心丹 呃 黑虎丹 算了 还是取名黑心丹吧 墨云咳了咳 道 两枚黑心丹 给你们两人 每月服用一次 一月问我寻要一次 切记给出黑心丹 墨云也是一阵肉疼 这黑心丹 是他跟随墨顶天 在雷鹰谷内得到 那其中的紫颜狼等 一大批怪兽 都是吞吃这种丹药 才过活下去 而他也仅仅是收集了 数百颗待在身上 倒不是他不想收集完 只是怕那些紫颜狼 都被饿死了 才留下许多 雷鹰谷 他注定是还要回去的 只是 到他回去之时 整个南云帝国 将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心丹 看到墨云手中 黑乎乎的丹药 冷月和陈宇 一阵咽气 只是 当两人将丹药吞下之后 整个脸色 开始渐渐变得震惊 别看卖相不好 可是这丹药 给我一百万中品零食 我都不会卖 你们赚大法了 知道吗 看住两人表情 墨云撇了撇嘴 这一本 是月神诀 所席之术 乃是刺杀之道 枉你成为南云帝国 刺杀第一人 可是手段在我眼中 真是差 还有这一本 飘语笔法 我看你善用匕首 近战之时 习的词笔法 月己秒杀 不在话下 对了 还有这个 这是你地煞堂 在南云帝国内 折服的奸细 有古家的 有灵家的 有萧家的 大大小小不下百位 你们自己看住办吧 要杀要寡 我不管 但我需要地煞堂 内部不会出现问题 看住丹药 武技和名单 冷月与陈宇两人 一阵发猛 最后一点 现在的地煞堂 还是你们 我算是 幕后大黑手 明白吗 明白了 话语落下 沐云起身离开 你和沐云是什么关系 只是 沐云刚转身 冷月突然开口道 呵呵 听到此话 沐云愣了愣 道 不该问的 不能问 话语落下 沐云转身离开 此人身怀天火 下手果断 本身实力 不在你我之下 而他还不到通神境界 子慕子慕 到底是谁呢 看住沐云离去 冷月皱眉道 天火 乃是世间罕见之所在 据说在雷银鼓内 还有天火 而雷银鼓 只有两人彻底进入其中 便是木顶天与沐云 难道是 沐云 不可能 沐云反驳道 沐云虽然激紧 可是为人嚣张 根本不善于隐蔽自己 若是他 恐怕早就杀向 绿颖血宗和三大家族 报仇血恨 哪还会 事事无绝对啊 此人即便不是沐云 也与沐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这名单之上的人 全部处理掉 月神爵 飘雨笔法 雨儿 好好参悟这门舞技 说不定会是大纪元 我明白了 冷雨看住门口 突然笑道 此人心机沉重 似乎在做一场大的谋划 我倒是要看看 他到底想做什么大事情 毕竟年轻气盛 冷月面对子木 心中自然是不服气 一年时间 他还不幸 这个子木 能在一年时间内 搅动整个南云城 风云变幻 第二百章 翻脸指刃刀 离开地霎堂 木云很是轻松 这等轻松 并不是解决了 冷月和晨宇的事情 而是关乎 王心雅的安全 至少现在 王心雅 不会再被刺杀 木云可不想日后 见到昔日的兄弟好友 带着一大票老婆 被他们狠狠嘲笑 而且尤其是那位师尊 非要抱了自己的脑袋不可 关于王心雅 拒绝是最好的结果 而至于萧允儿 木云却是感到有些头疼 恐怕 是该尝试一番回天丹了 八品丹药回天丹 目前也只有这一种丹药 能够帮助萧允儿 恢复生机 只是八品丹药 以目前木云 尚未踏入通神境境界 想要炼制 注实是太难了些 而且八品丹药分为 上 中 下三等 回天丹 乃是八品丹药之中的上等 他一人 很难完成 只是渐渐的 木云脑袋之中 却是出现另一个身影 甘金宇 这位炼丹大师 三年不见 不知道死了没啊 当初 莫庆天和莫问 一直在准备药材 可是后来发生 三大家族 围剿木家之事 木云一口气消失三年 而甘金宇 当时已经是油井灯枯 希望可别死啊 消失三年 木云在这三年内 看清了太多 与她的学员 蒋秦毅是真心实意 而事实上 她的学员 也确实没让她失望 可是 有些人 有些事 并不是如此 当初 莫问的举动 让她很感动 可是莫庆天的不闻不问 让她无法接受 而这次 她却给甘金宇治病 条件 绝对要提出来 而且绝对是让莫庆天 肉腾到极点的条件 你不和我讲人情 我木云 也没必要和你讲情分 回到通神阁 木云开始再次投入到 夏品的气的炼制 现在已经是过去三天时间 还有两天 而此刻 整个南云城内 到处在讲这件事情 两天时间 一晃而过 这一天 通神阁内 人影冲冲 今天 就是通神阁 交出夏品第七的时日 所有人都很想看看 到底通神阁 能不能拿出夏品的气 踏踏踏的脚步声响起 通神阁外 绿影血踪人马 在唐主绿衬的带领下 气势汹汹而来 五天时间炼制夏品第七 且不说通神阁存不存在 夏品的气失 就算是有 五天时间炼制夏品第七 也根本不可能 退一万步来讲 炼制出来了 也是残次品 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顽品 呵呵 祈福阁主 不知道我要求的夏品 第七大刀 有没有炼成 绿衬身旁 圣丹阁阁主 目白脸上露出微笑 始终是一言不发 而他身后 柳青谨慎看住周围 此刻 整个通神阁内外 离三层外三层 被围的水泄不通 呵呵 祈福阁主 我可是事先说好 大刀不能有一丝 与我描述的差别存在 而且内置气纹 若是出现一丝差别 通神阁可救 绿衬堂主 放心 您是绿尹血宗 十大堂主之一 我们通神阁 怎敢欺骗您 好 那现在开始咽刀吧 齐明微笑道 绿衬堂主 规矩您是知道的 剩余的九十万上品零食 可是要先付给我们 才能咽刀 没问题 绿衬点了点头 又命几人将箱子抬了上来 咽刀 开始 齐明背后 这部被掀开 一把明晃晃的大刀 出现在众人眼中 大刀整体长一米五 刀柄足足有半米长 整个刀面光亮如镜 而刀那遮布被掀开的一瞬间 一股刀的灵力扑面而来 一刹那间 整个大厅内 庞扑被笼罩着深深的杀伐之气和血液气息 好刀 人群之中 不禁有人惊呼道 哼 刀看起来不错 可是到底是不是下瓶的气 还要看两位大师验证绿衬说着 拱手邀请红尘大师与柳青大师上前 其实两人根本不用绿衬邀请 已经是直接走上前去 刀线流畅 刀柄坚硬 刀锋更是锐利 好刀 好刀 没错 老夫从未见过如此有灵性的好刀 快看看气纹两位大师一阵惊叹 只是 听到两位大师的惊叹 绿衬和木白的眼神 却是变得难看起来 不会真的是下瓶地气吧 妙啊 妙啊 突然 红尘大师惊呼道 下瓶的气的气纹 成千上万道 一道与一道的结合 都堪称玄妙 奇迹啊 奇迹 此刀若是使用材质 再高一些 练刀者在宁练气纹进入 说不定可以提升为中品地气 中品地气 场中顿时众人哗然 不错 好刀 当真是好刀 柳青叹息道 老夫此生能够练制出此刀 死而无憾听到柳青的话 木白恨不得一巴掌拍上去 木白以为通神阁根本不可能练制出下品地气 所以根本没有告诉柳青此事 哪里知道柳青会如此推崇此刀 难不成 真的是一件下品的气 如此说来 岂不是说明通神阁内 有一位下品的气师作证 两位大师 此刀 真的是下品的气 绿称堂主 我以人头担保 此刀绝对是下品的气 而且是下品的气质中地上等 三百万上品零食购买 您是赚大法了啊 柳青激动到 此刀若是拿出去拍卖 至少是五百万上品零食才能够买下 五百万 没错 正当众人惊诧之间 红尘笑道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个数目 听到两位大师的肯定 绿称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这刀 虽然不是他花钱购买 可是整个南云城都知道 是他拿钱买了一笔下品地气 现在 此刀远不止这么多钱 而圣丹阁的木白 已经是把钱付了 那这把刀 就是他的了 既然如此 此刀我就拿走了 多谢通神阁炼气师 各位再见 助手 绿称 你想干什么 木白一步上前 冷喝道 干什么 绿称嘿嘿笑道 木白阁主 这刀 是我买的吧 难不成这把刀 是你让我故意为难通神阁炼制 绿称此话意思很明显 倘若木白想要争刀 那么就是在明确告诉大家 这刀 是他圣丹阁要炼制的 一来 这是变相承认 圣丹阁不如通神阁 二来 圣丹宗内有的气师 倘若圣丹阁缺少的气 可是向圣丹宗求救 何必让一个明明没有的气师的通神阁来炼制 那就是纯属为难 如果这个爆出来了 那圣丹阁就可以说是无耻之极了 你买的 木白已经是本柱 即便是损失面子 也要将宝刀要回 这刀是我委托绿称堂主你 向通神阁寻求炼制 三百万上品零食 皆是出自我圣丹阁之手 何来你购买 你只是个化石人罢了 屁话 绿称也打算死不承认 这宝刀是我绿称亲自付钱 和你圣丹阁什么关系 木白阁主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听到绿称翻脸不认账的话 木白彻底怒了 绿称 我圣丹宗 是你绿影血宗得罪不起的 呸 你也仅仅是圣丹阁阁主罢了 少拿鸡毛当令箭 圣丹宗会因为你办事不利 而向我们绿影血宗开战 那他尽管来好了 绿称确实是不怕木白 现如今 绿影血宗在各个帝国开始站稳脚跟 下一步 就是光复绿影血殿 一统天运大陆 我们走 绿称仗住人多 根本不惧怕木白 手中拿着下瓶的气 率领属下 即可离开 废物 看住柳青 木白无处可发火 只得骂了一句 绿称 你今日拿走此宝刀 本阁主 定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对住离开的绿称 木白横横倒 齐鸣 红尘大师 老朽有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能否见一见这位炼刀者 只是有些问题想要请教红尘大师诚恳道 这个 齐鸣面露难色 这样吧 这位的气师 为人孤傲 我代为转达 先询问他一番 如何 好吧 红尘大师叹了一口气 转身离开 当年 我之所以没帮穆家 不是我怕死 而是 红尘自知 通神阁全部是沐云当年的学员组成 那剩余的八 九十人 各个拧成一股绳 现在都成为了通神阁主干成员 所以 通神阁对他 一直是态度不太好 不仅仅是他 莫庆天 张子好几人 也是不断碰壁 唯有莫问 来到通神阁 会受到热情招待 因为当年在穆家被覆灭之时 只有莫问站了出来 而且事后 通神阁成立 莫问借众人的丹药 也是通神阁一力承担下来 炼制还给众人 而是你不愿意帮忙 谷宇凡亨道 沐云乃是雷锋院导师 你是雷锋院院长 你做了什么 谷宇凡自从三年前 便是脱离学院 再为败入到红尘大师门下 而事实上 他所学得到的炼器 基本都是沐云传给他的九天锻造诀 反倒是红尘大师 得到他不少恩惠 而关键时刻 红尘大师并没有站出来 通神阁并不欢迎您 红尘大师 郭宇凡语气强烈道 他现在已然是知道沐云回归 可是三年前那一幕 成了心中的刺 在木岛师遇难之时 风贤院与雷锋院 只有他们高级酒班出面 那些所谓的情谊 都成了鬼扯 古宇凡 怎么能这么和红尘大师说话呢 只是古宇凡话语落下 一道呵斥声却是响起 第201章一问百万 灵护法 看住来人 古宇凡拱了拱手 林贤玉这三年在通神阁之中 可谓之安危的中流砥柱 而他也已经是踏入到通神境境界 若是没有他在 通神阁想站稳脚跟 很难很难 所以当初酒班众人 对其很是尊敬 红尘大师 子牧先生有请 子牧 听到林贤玉此话 其名于古宇凡皆是一乐 他们可是知道 子牧是谁 可是为什么 他们的目导师 要见红尘大师 通神阁三楼 王兴雅一身紫色短裙 上身怂起 下身一双修长的美腿 裸露在外 鼻挺圆润修长 让人响入飞飞 好腿 木云自言自语住 心中评判道 你说什么 哦 我说那红尘大师和柳青豪眼力 能够评判出我炼制的下品地器 是上等 切 听到木云的回话 王兴雅怯了一声道 不过我不明白 子牧大师 如此高等级的地器 若是我们自己拍卖 呵呵 刚才阁主看到什么了 看到木白与绿琛 王兴雅突然点头 道 我明白了 高 哈哈 多谢阁主赞赏了 属下还有事情要办 就告辞了 去见那红尘 自然 王兴雅皱眉道 子牧先生 不会是想要帮助红尘解答疑惑吧 此人当年可是 帮 为什么不帮 墨云笑道 一个问题 十万上品零食 爱问不问 不问拉倒 微微一笑 木云转身离去 看住木云离开的身影 王兴雅扑斥一声笑了 若不是齐鸣再三确定 她实在是难以相信 子牧先生居然会是一名的棋师 第七师 即便是在圣丹宗这样的千年底蕴的大宗门内 也至少是内门长老 而且 子牧似乎还准备炼丹 即会炼丹 又会炼气 而且拥有神秘火焰 实力恐怖 和曾经的木云 是那么相似 如果你是她 该多好 看住木云离开的背影 王兴雅叹息道 三楼 一间密室内 红尘坠坠不安 今天 她要见到的是一位的气师 地气师 那是站在整个南云帝国顶端的大师 吱压一声 门被打开 呵呵 红尘大师 久仰久仰 木云一身紫衣 走了进来 呵呵笑道 这位 他就是我们通神阁的炼气师 夏平的气师 子牧先生 夏平的气师 他 看住木云 红尘一脸难以置信 这么年轻的夏平地气师 实在是 红尘大师不知找在下 有何事情 木云声音摇一道 嗨嗨 老朽见了大师炼制的夏平地气 观察内部气温 发现几个问题 想要询问大师是如何解决的 这几个问题 也是困扰我的问题 症结 困扰您 木云礼貌道 我想红尘大师 已经是摸到的七炼制的关键所在了吧 恐怕那几个问题解开 便是解开谜团之时 也是红尘大师炼制夏平地气的开始 没错 红尘激动道 好 红尘大师请问 一个问题 一百万上品零食 一百万 上品零食 听到木云的回答 齐鸣 古语凡傻在原地 一开始 木云明明说的是十万 怎么转眼就成了一百万了 一百万 好 咬了咬牙 红尘大师却是一口硬了下来 一百万上品零食 只要是能够使他成为夏平的气师 一千万也值了 身为帝国内九富盛名一名极品玄气师 红尘的积累并不算少 敢问大师今年贵庚 第一个问题 我今年不是贵庚 刚好二十三 什么 红尘愣了愣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了 更让他惊讶的是 眼前的子木 居然仅仅是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的夏平地气师 这简直是 非人类 第二个问题 子木先生 请问您在第三百六十七道气文明著之时 似乎改变了振动气文和缓复气文的轨迹 是为何 因为宝刀讲究的刚烈 可是过于刚烈便会一折断 而绿琛要求的是三分杀气 必须要以缓慢地释放出来 而且 墨云款款而谈 红尘每一个问题 他都应答如流 渐渐的 一个问题随着一个问题被问出 齐明一直在身侧坐着记录 而最终 红尘终于是彻底输了一口气 齐明 统计一下 红尘大师一共问了过少个问题 一共是三十六个 折算成上品零食 就是三千六百万 齐明黑黑笑道 什么 听到此话 红尘彻底傻眼 不知不觉间 他居然问了三十六个问题 三千六百万上品零食 这简直是他一辈子的积蓄啊 这样吧 给红尘大师打个折 就算是一千八百万上品零食好了 沐云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 这样回答问题 比炼制下品地契轻松了太多 动动嘴 一千多万上品零食 简直是报复 自从三年前一战 沐云彻底明白 红尘 莫庆天 张子豪等人 只是看重他的才华 与他算不上朋友 所以他有难 他们不会出手 不是朋友 也不是敌人 这样的人 最适合拿来赚钱 通神阁想要发展壮大 零食 必不可缺 而现在 仅仅是沐云计划的开始罢了 这一次 他不再想要依靠任何人 他所依靠的是自己最信任的实力 所以此番收服地煞堂 他并没有诱执到 希望冷月与陈宇两人感恩戴德 只有将他们牢牢捏在手心 才是最可靠的实力 古家 林家 皇家 绿影血踪 你们不要住急 慢慢地等待 南云帝国 在我沐云回来的那一刻起 便是注定会变得再度热闹起来 沐家三任组长 皆是死在你们手中 可是我活了 我沐云活了 沐家 注定再度崛起 关于这些天通神阁锁进账目 沐云没时间去看 也轮不到他来看 王兴亚早已经是将一切做得井井有序 用来招揽强者 售卖神兵 丹药 购买炼药 炼器材料 一切都需要临时来运转 这几次的动作 使得通神阁渐渐变得能够应付眼前的困境 而且 圣丹阁因为这两次的手脚 名声渐渐变臭 反而通神阁的舞者 越来越多进出 买卖交易 夜晚 明月悬空 今夜 注定是不安静的一夜啊 抬头看天 沐云微微叹息一声 潜入到夜色之中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白天沐白对绿琛吼出去的话 绿琛 今日你拿走本宝刀 本阁主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好啊 沐云心里乐住 死无葬身之地好啊 只是 不用沐白动手 他来帮沐白做这件事情 绿尹血宗 现如今 共有十位唐主 驻扎在南云帝国境内 一位尊使 这十位唐主手下 每人负责带队一万人 驻守在南云城各个地域内 而今夜 绿琛回到住处 心里很是开心 一件价值500万上品零食的宝贝 空手套白狼得到的 他如何能够不开心 而至于沐白 他才懒得李沐白 这里是南云帝国 是绿尹血宗的地盘 就算是三大家族 也不敢造次 圣丹阁 只是圣丹宗 在南云帝国的分割罢了 他赶来 绝对让自己手下一万精兵猛将 直接灭了 夜晚 端坐在窗前 看住身前的宝刀 绿尘双眼放着光 如此好刀 总该有个名字才对 血纹刀 绿尘得一道 就叫血纹刀 好名字 突然 背后响起一道声音 绿尘想要开口说话 可是一道声音 却是瞬间将其控制 朵朵紫色火帘 绽放在他身体上 你若是大喊一句 我便让你生不如死 你是谁 想干嘛 感受到火的炙热温度 绿尘恐惧了 害怕了 你想要宝刀 我可以给你 区区下瓶的气而已 我还不稀罕 沐云声音冷冷道 我是谁 你不知道吗 来到绿尘身前 沐云阶下面上紫沙 笑道 知道我是谁了吗 沐 云 你没死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 不过你就说不定了 看住桌子上的血纹刀 沐云笑道 这柄刀 确实不错 我炼制的时候 也很满意 这柄刀是你炼制的 绿尘大金 你没死 你一直在通神阁 难怪 难怪通神阁这三年来 发展如此迅速 你错了 沐云道 我只是最近刚刚回来 通神阁三年来的成长 与我无关 哼 你来这里 无非是为了宝刀 说吧 你想要什么条件 直爽 我问你 最近一年时间内 你们绿尹血宗 有没有抓住什么通神经的强者 或许你也知道他的名字 穆鼎天 穆鼎天 他也没死 听到绿尘的话 沐云已经明了 爷爷并没有被绿尹血宗的人抓住 那爷爷到底去了哪里呢 哼 穆鼎天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今夜我逼死 但是你是逃不掉的沐云 只要你活着 尊使一定会找到你 一定会杀了你的 尊使无比强大 你根本不明白他的恐怖 那么 多谢你的提醒了 绿尘已经是没有任何价值 沐云毫不客气 一刀将其毙命 十大堂主 这只是第一个罢了